人的信心不是在他口头上的知识 不是在他理性上的认知 不是他在某一些书语上的书练 那就把那些常常念的东西 当作就是他生命的事情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讲信心表现的行为的时候 那就是说你真正生命经历到什么地步 你真正信仰尊行到什么地步 这就是灵性 一个人灵性不在乎他听多少 一个人灵性不在乎他知多少 一个人灵性不在乎他讲多少 一个人灵性也不在乎他信多少 一个人灵性在乎他行多少 你行到哪里 那就是你灵性地步 你是见到什么地方 那就是你神之间的关系 真正已经达到了地步 到什么地方 那这是绝对不能虚伪的 当然一个人可以用各样的理论 充实自己 而自己跟理论中间谈的 那些慈悸背后的尸体 没有发生关联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门外喊 所以雅各这里的要求 乃是真正的生命 在行为中间可以表现出来的 那种实际的灵性 而不是指行为可以叫人得救 如果行为可以叫人得救的话 那上帝的恩典就不需要了 如果行为本身就可以使人得救的话 耶稣基督就不必到世界上来 如果行为可以叫人得救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靠自己 不必靠上帝的怜悯了 为这个缘故 这个原意根本不是指行为是救恩的根本 这不是指行为是救赎的条件 行为不是生命的根基 乃是行为是生命的果子 行为是信仰的表现 行为是从根发出来 产生生长开花结果的那一个因果的关系 所以这里说 你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 就雅各用词精准到一个地步 你把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 我把有行为的信心给你看 那么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 是你自己讲的信心 我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 是我用事实证明的信心 你看见没有呢